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瑋恩 由於疫情的關係啊,出國旅遊遙遙無期 最近相信大家也都在認真的居家防疫吧 那麼再次感謝醫護人員以及不能休息 為我們提供生活必需的朋友們 所以除了持續提供未來的旅遊資訊之外 東橋也希望提供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娛樂內容 前幾天有推出了新的節目 東橋食堂 大家可以試試看啊,在家裡做防疫的料理 今天這集要來介紹一些東京的基本知識 大家就當作東橋七七來看看吧 我們常說的東京喔,其實有蠻多種定義的 狹義上來說是指行政區域的東京都 或者是其中最精華、觀光客最熟悉的東京23區 廣義上則可以代表包含周邊衛星都市的東京圈 一都三線 有東京都以及神奈川縣 千葉縣、祁鈺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常常介紹東京近郊的景點 因為確實是這個都會生活圈的範圍 像是假日到神奈川縣的香南海岸玩水 或者是住在千葉縣通勤到東京上班的人也不少 說到這裡,你知道日本的首都是哪裡嗎? 應該會直覺的認為是東京吧? 但其實日本在法律上是沒有固定的首都的 首都是隨著天皇的所在地而變更的 不過目前國際上都認定東京是日本實質上的首都 東橋比較常介紹的當然就是東京23區啦 它是在東京都底下最精華的地區 但即使在這個23區的裡面 也還有著比較核心的東京都心 千代田、中央區跟港區 通稱都心三區 或加上新宿、澀谷 稱為都心五區 很多辦公大樓、商圈以及政府單位都在這個區域 像是港區的六本木 中央區的銀座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或者位在新宿區的東京都廳社 相當於台北市政府的感覺 知道了東京的基本地理以及行政區劃分之後 我們來看一些數字吧 東京都的人口有1396萬 GDP則有1兆美元 是全球都市GDP總量第一 如果把範圍擴大到首都圈 則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會區 有3800萬人 第二名是印尼的雅加達 有將近3000萬人 但是人口密度是東京首都圈的兩倍 而東京首都圈GDP 則有1.8兆美元 是全球都會區排名第一 第二名則是美國紐約的1.57兆美元 反正就是不管區域大小 東京都是第一啦 如果把東京首都圈 看成一個單獨的國家 那麼它的GDP 將會排名在全球第8名 也就是說 東京國可以排名在全球前10強的國家內喔 而在2019年的經濟學人智庫中 東京在全球安全城市中排名第一 第二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則是大阪 前三名中就有兩個是日本的城市 台北則排在第22名 屬於非常安全的範圍 東京擁有全世界最繁忙的城市軌道運輸系統之一 主要由JR東日本 東京地下鐵 以及都營地下鐵所構成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東京地下鐵 加上都營地下鐵構成的交通網了吧 這兩家公司加起來在東京 共有13條路線 Metro9條 都營4條 共用的車站 重複計算的話 有285個車站 在2018年 兩家公司加起來的日軍客運量 來到了1040萬人次 是美國最繁忙的紐約地鐵的兩倍多 其中最繁忙的車站是新宿站 結合了以上提到的三個運輸系統 2018年的日軍客運量是359萬人次 被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為世界最繁忙的車站 順帶一提 把台北車站的三鐵日軍運量加起來 大約是50萬左右 新宿車站啊 就大到有人在裡面迷路一個小時之後呢 直接設計了一個新宿地下城的RPG遊戲 以新宿車站為冒險主舞台 嗯...看起來還蠻好玩的 呵 說了這麼多東京經濟繁榮的資訊 也來說說經濟繁榮的對立面吧 但其實這些內容是日本整體社會的現象 只是東京身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要說是日本整體的縮影應該也很具代表性 有去過東京的朋友對於人生事故 這個詞應該不陌生吧 在東京工作的兩年 雖然我曾坐的地鐵不是每天都有 但是也很常注意到 車站的告示牌號碼登上出現 因為人生事故 而列車誤點的訊息 這個人生事故呢 是泛指交通工具所造成的意外傷亡 不過對於日本人來說 通常有很高的機率都會默認為是跳軌自殺的事件 根據2005到2016的資料統計 平均每天會有兩個人選擇跳軌自殺 而這還是有經過正式申報確認的數據 更多是以人生事故結案的 而跳軌自殺的高峰則是在每週一的早上 也隱含了日本的上班族 在經過週末休息之後 週一又要開始面對新的壓力 導致無法附和而選擇親身的心理狀態 雖然可以查到的資料有比較大的分歧 不過在其中數個參考來源 包含日本政府2017年的自殺對策白皮書中 日本的自殺率在全球的排名確實是偏高 大約在前20名以內 其中又以男性的比例較高 大約賺了70% 也可以體現出男性在工作以及社會階級上 所需要承受的巨大壓力 好啦 剛剛說了一些比較沉重的資訊 我們最後來說一些東京的小知識做結尾吧 東京最高的結構物是晴空塔634公尺 第二高的結構物是東京鐵塔333公尺 他們的高度排名同時也適用在全日本 而東京最高的建築物則是位在六本木的中城大廈248公尺 東京都平均收入最高的三個區域 依序是港區 千代田區 澀谷區 東京在2019年的米其林指南中超越巴黎 成為星星樹餐廳最多的地區 有230間 東京地下鐵的每一條路線跟山手線都有交匯喔 最後 東京迪士尼並不在東京 而是在千葉縣的普安市 就跟太陽餅沒有太陽 長頸鹿美羽沒有長頸鹿 而你沒有女朋友一樣 好啦 最後一個好像不太一樣 由於東京的知識實在蠻難收集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集 我們就有緣再見囉 掰掰 掰掰